很多台大的事情 我剛剛曾經談到 台大也不是萬能的 只是說 我們知識分子 要做一些 對社會 負責的事情 那 在食安方面當然是 這樣子的 其實我們最近也成立食安中心 我先講一個事情 就是 食安的事情對台灣傷害非常 非常的大 那不是說幾億幾十億幾百億幾千億的事情 那是把 有一些朋友 在美國 買東西看到Million台灣 晃回去 那個傷害是 非常非常深遠 那多久才會回來 可能很久很久很久 那站在台大立場是 跟食安中心做一定是要跨領域 台大是有很多的人才 但是其實教育 是最重要的 台大的學生 非常聰明 他們畢業以後 在各行各業都會做得很好 那我們 食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站在學校立場是 一定要 教每一個學生 特別是他的 專業的倫理 哪些事情是 應該做的 哪些事情是 你不應該做的 那你應該注意什麼 你應該對社會負責 這些事情是 我們想做的 所以食安的事情也是 跨領域的 從教育著手 檢測真的是 最不得已的 其實 你要檢測哪個項目很快 他就會發明一個方法 讓你檢測的項目看不到 看不到就沒事了 其實不是這樣 所以事情 可能是要回過頭來 台大一定是會幫忙 政府幫忙社會 盡量把這些事情做好 作為社會跟政府的一個支柱 但是 能夠做多少 其實要做是蠻多的 包括能源的事情也是一樣 那 台大只是想說 可以做的是 能夠做的 就職務旁代的 有把握的事情 趕快先做 那一樣一樣做 至少總是 慢慢的會 朝好的方向走 那 越多人這樣想 整個社會就會越好 其實沒有辦法完全回答你的問題 只是 很多事情 腳踏實地的 可以做的事情 把它做好 那把學生教好 讓他更有專業的倫理 到各行各業 他會 至少會當一個leader 把這個事情 朝正向去做 這個是我們應該做的 所以我真的沒有辦法回答你的問題 不過我們只能這樣做 謝謝 謝謝 謝謝